大家好,欢迎收看嘴大无脑,提起胡歌大家一定非常喜欢,胡歌在娱乐圈中以高情商著称,就连主持人都拿他没有办法。 胡歌也经常登上热搜,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外形,一度成为圈内外人的男神。 这么一个演技颜值都很在线的男神,依然单身一人,粉丝们为他的感情声操碎了心。 胡歌凭借着仙剑奇侠传李逍遥一脚迅速走红,同时被称为古装王子。 他主演的电视剧神话,打破了央视收视记录,一度被誉为收视奇迹。 可惜的是,在拍摄射雕英雄传的时候,遭遇了车祸,为此他的事业也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。 直到后来他凭借着狼牙榜,为装者成功转型。 当然胡歌本人也谈过恋爱,他公开承认的感情。 据悉当年胡歌出车,过的时候,薛嘉宁推掉了很多的工作,专心待在医院照顾胡歌。 可惜最终还是以分手暴动。 粉丝觉得薛嘉宁是最适合胡歌的,他也被大家评为最佳钱女友。 另一段公开承认的感情,则适合江书颖。 两人合作旋风11人因戏生情,可两人公布恋情,媒体没来得及记录两人的恩爱瞬间,两人就官宣分手了。 这段感情开始的突然,结束的也突然。 除了粉丝胡歌的家人也操心不已,毕竟胡歌已经38岁了,和他关系好的霍建华都已经结婚生子。 可他一点动静也没有,这也难怪家人会着急。 所以他的父亲看到女星和胡歌一起走红毯,便喊话。 当天和胡歌一起走红毯的是万倩,万倩本身颜值气质都很出众,两人站在一起却,实很般配。 也难怪胡歌的父亲喊话,和你一起走红毯的姑娘就不错。 网友纷纷表示,胡歌父亲的眼光确实很毒。 万倩不仅颜值气质出众,同时演戏也很出色。 可惜老爷子可能还不知道,万倩已经结婚生子了。 江书颖主演的《清平乐》正在热播中,这是江书颖今年的上线的第二部电视剧。 艰难的2020一时,江书颖却让人有种逆流而上的既视感。 提起江书颖就不得不提起,她是胡歌前女友这个身份,毕竟胡歌光芒实在是太过于耀眼。 出道及巅峰,胡歌的首部电视剧《千剑奇侠传》依旧是玄幻剧的巅峰之作。 而且胡歌演的每一部戏,几乎都会掀起收视狂逃。 今天翻看有欢江书颖的消息,发现江书颖自数与胡歌分,首的原因是因为和胡歌身份上的落差,她并不想成为胡歌的附属,她不是谁谁谁的女朋友。 她是江书颖,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 不对等的身份,让他们有过缘起,却无缘走到最后。 江书颖与胡歌是在2014年一起出演,旋风11人,时走到一起的。 他们早在学生时代就相识,彼时胡歌就已经是上系的风云学长。 江书颖不过是一个,初入上系的大学新生,但靠着亮丽的外表,毅然是上系校发级别的人物。 缘分这种东西真的很玄妙,谁也不会想到10年后,两人会再度重逢,而且会走到一起。 但是两个人的爱情前前后后,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年。 至今在知乎上搜索江书颖,都会看到有人提问,胡歌和江书颖还会在一起吗? 可见随着江,书颖近些年的曝光度大增,观众越发感受到了,江书颖那直击人心灵的眼神,越发觉得她与胡歌的对。 在莺莺艳艳艳的娱乐圈,江书颖的容貌十分的有辨识度,是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美,特别是她在好先生中的扮相,烈焰红唇,学俗的郁姐伴。 但不管怎么说,有人会希望他们两人复合,也从侧面说明了在一些人的心中,江书颖和胡歌是登队的,他们的身份在一部分观众的心目中,是处于同一水平面的。 这都是江书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争取来的,那个曾经因为身份,落在感情里被动的姑娘,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,确立属于自己的娱乐圈地位。 与胡歌分手后,自2018年以来江书颖以每年两部戏的数量一点点的,开拓属于自己的事业,她成为了观众心目中亲近的荧幕女神。 有了自己事业的江书颖,相信在以后的爱情里,不用再纠结于自己是谁的附属,可以真正地享受爱情的甜蜜。 而能作为清平乐的女艺好,就已经是对江书颖演技极大的肯定。 毕竟有着正午阳光出品,必是精品的正午阳光,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让自己在行业内的口飞受损。 随着剧情的推进,相信我们会看到,江书颖演技的大爆发,也会对宋仁宗一代人均的形象,有更多的了解。 应该说胡歌前女友的身份,的确给江书颖带来了一定的关注度。 但是随着江书颖的作品越来越多,她会渐渐地撕掉这样标签。